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本期的极度说球 今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吴磊 那吴磊作为目前五大联赛刘洋的独秒 他本赛季在西班牙人队的表现是相当挣扎的 截止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为球队能够在西甲联赛当中打进过任何一个进球 事实上吴磊的上一个西甲联赛进球也要追溯到接近快两年之前了 所以说对于吴磊来说现在是一个非常艰难的时刻 其实不仅仅是西甲联赛 哪怕是在一些杯赛面对一些低级别的球队当中 吴磊的进球依然也是姗姗来迟 那么他的上一个进球是今年的1月份 当时是在国王杯的比赛当中面对西乙的球队 吴磊是打进了自己在本年度的第一个进球 那么在今天凌晨又是在国王杯的比赛当中 又是面对低级别联赛的球队 那么这次他们所面对的对手实力更弱 是一支来自于西班牙第三级别联赛的帕轮西亚队 最终吴磊在下半场 利用自己风骚的跑位强点射门 打进了今年第二个进球 可以说这个进球也是让吴磊如释重负 但是也能够看得出来 他身上所背负的压力是比较大的 那么在这个进球之后 吴磊是并没有任何的庆祝 而是长长的输了一口气 对于一个射手来说 长时间的不进球 却是让他身上背负了太多的压力 所以说这一刻的话 也算是给吴磊释放了一定的这种心理上的压力 然而这场比赛总体来看 吴磊的表现算不上出色 因为他最起码浪费了两次比较不错的机会 而在赛后 西班牙人主帅莫雷诺的采访当中 也多多少少透露着 对于吴磊本场比赛表现的不满 那么本场比赛 由于是面对西班牙的第三级别联赛球队 所以说作为西甲目前排名前十的西班牙人队 派上了全替补出战 这才使得吴磊有了首发的机会 然而在上半场 由于自己防线上的事物 西班牙人队率先被对手攻破了球门 所以说在赛后采访的时候 莫雷诺首先说上半场我们犯错 导致自己处于落后的局面 这是在批评防线 随后的几次评论语 你应该说就跟吴磊有关了 他表示球队本应该在上半场 就能够取得至少一个扳平比分的进球 而在上半场 最好的机会其实也是出现在吴磊这边 但是那个球吴磊启动过早 结果是越位在线 可以说只要能够再与队友的配合默契一点 这球说实话 吴磊就能够去把握住机会 帮助球队扳平比分在上半场 当然了这球的责任并不全在吴磊这边 传球者对吧 也是有一定的责任的 这球应该说是一个55开的责任 但是到了下半场 在吴磊扳平比分之后 随后吴磊又获得了一个单刀球 仅仅是一分钟之后 可以说当时是吴磊状态最好的时候 结果吴磊再次出现了浪费单刀的情况 那么这个主教练莫雷诺在赛后也是表明 其实在下半场的话 我们的第二个进球可以来的更早一点 但是我们并没有能够把握住机会 说的就是吴磊这个进球 因为那个单刀球的机会 就像他们屏幕前打出的这样 确实是相当不错 结果吴磊再一次浪费掉了 可以说这场比赛虽然吴磊打破了自己的进球 但是很显然通过主教练莫雷诺赛后的评论来看的话 他认为吴磊不可能是只进一个球这么简单 同时的话也就说明 单凭这场比赛这一个进球 吴磊是没有办法换回莫雷诺的信任的 那现在西米亚人队在本赛季的联赛里面表现还是不错的 目前拿到23个积分排名第9 距离能够打进欧联杯 这个欧联杯的一个积分线 目前只差6个积分 所以说他们本赛季是有机会重新杀回欧战赛场的 那目前球队主打的是一个4-42的阵型 在封线上 就是吴磊所熟悉的位置上面 主力的两个前锋 分别是目前球队的第一胜手连赛打进9球的德托马斯 另外一个就是被从边前位改造过来的恩巴尔吧 两个人都是属于那种能传能射的球员 属于脚下能拿球的球员 尤其是德托马斯啊 他的终结效率还是非常不错的 那吴磊的话 本身他这个类型 一看就知道不是莫里诺喜欢的那种类型 吴磊是拿不了球的 他也不会传球 他只能够是最后给你来一个致命一技 所以说无论是目前的这种打法 还是说基于整个球员现在的这种状态 尤其是机会把握的能力 吴磊想在本赛季 在西甲联赛当中获得态度的机会 难度应该是非常高的 目前吴磊截止到目前为止 联赛已经打了差不多一半 总共是有三次守法 九次替补上场的机会 拿到了293分钟的合计上场时间 在全队当中仅仅排名第18 可以说是一个边缘性的球员 所以本赛季对于乌磊来说 这个进球并没有给他换来任何的有益的影响